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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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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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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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像他们村这样传统落后的村子 女孩不会喜欢嫁到这里来的 那么本村的女孩都嫁到哪里去了呢 女孩子全部嫁给外村去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 竹林湾村的光棍现象主因是山区村 经济落后 与现代化生活相隔甚远 没有吸引女孩嫁到这里的生活环境 而这种现象也并非个案 在20公里外的岳山庙村 有1600人 其中50岁以上的光棍仅有6人 30岁以上的光棍就有23人 徐鹏举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么多两个人 听到你说怎么讲话的感觉呢 金钱都重要 金钱利益 37岁的徐鹏举 20岁的时候出去打工 和初恋的女友相恋两年 最后分到扬镳 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贪玩 钱都花掉了 没有积蓄 他两个姐姐都嫁到了武汉 他是家里的独子 父亲去世以后 他回到家里 如今和母亲一起生活 徐鹏举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的母亲是聋哑人 虽然不会说话 但心灵手巧 这天正赶上邻居家的儿子并婚 徐妈妈站在这里 用羡慕的眼光 看着人家搬嫁掉 你看他家老太的刚才说 你看人家多好 人家有媳妇了 在岳山庙村采访 能碰上一对即将要结婚的准新郎新娘 让我们十分的好奇 新郎到底是什么条件 新娘又是从哪里嫁过来的呢 就去年过年回家介绍了吗 去年过年回家介绍 对 这刚好一年了 你行啊这小伙子 徐叔26岁 一米六八的个头 17岁到浙江温州打工至今 他给记者算了一下 每年按照五万元工资计算 逃去花销 他积攒了三十多万元 家里盖了楼 全部装修完 还给了女方家十万元的彩礼钱 他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了幸福 未婚妻也很漂亮 主要是看他蛮成熟的吧 安全感 有安全感 郑丹萍25岁 一米七的个头 长相秀美 他家就在徐叔家的隔壁村 他告诉记者 第一次看见徐叔 并没有动心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发现徐叔很会赚钱 懂得理财 性格坚定 有责任干 他觉得与他一起生活 踏实又安全 村支书许亚明告诉记者 也有其他的客观因素 造成光棍突出的现象 你比如说我们湖北 第一个生儿子的 就不能再生第二个了 是吧 这样的 那个生女儿的 可以还生个二胎 就是说生个儿子 时间长了的话 是不是有比例失调了 就是吗 对啊 那现在已经出来了 100比1比728 男性的现在 还没找到朋友的 还有 还有很多 农村里光棍多的现象 也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 核心就是他们如何养老 在大河岸阵 记者来到了福利院 这里生活的都是 六十岁以上的光棍儿们 结果婚没 我 结果还糟了 哦 结了会 结了会 糟了是吧 嗯 好了 老婆 他别嫌疑了 哦 他别嫌疑了 他也是25年 我单身过了25年啊 我是 终身没有趁家 现在 一直是个古瓜老人 你一辈子没结婚呢 没没没 农村不单是 这个单身很多 而且还有一个 重大的社会问题 农村社会问题什么呢 农村的精神病人比较多 一个村子 有那个检查出来 有精神病的 这个有 一二十个 二三岁都有 你说他已经是精神病了 那么他 肯定在不可能找对象了 现在农村的社会结构 发生很大变化 无论男女 青壮年劳动力 80%外出打工 在县城省城打工还不行 都要到大城市去长见识 赚高工资 在外面运气好的 找媳妇成了家 运气不好的男青年 很可能打一辈子光棍 女孩子眼光也越来越高 回乡找对象的凤毛麟角 女孩子自己本身家庭条件非常好的 她也 讲一个门当户对 然而自己家庭条件不好的 找对象来改变自己的 后半生的 或者说攀比的 高大上啊 那个商户啊 那么造成光棍现象的原因 真的是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吗 是这样的 我们罗天县是前省的 那个初十个人和信比比 重点治理单位 这几年的信比比 09年只有120左右 到 12年就有一些上升 然后省里面 把我们作为一个重点治理单位 去年就降到了119.6 我们在20年前 我们的信比还是基本正常的 真正信比比升高 还是在新世纪开始的 主要是就是说那个计划生日要求的嘛 生日的孩子 树有了一个限制之后 他就显得性别 光棍众多 将会成为中国乡村稳定发展的隐患 偏远乡村的农民 在婚姻竞争当中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成了中国男女性别失调问题的 最大受害者 这个问题呢 就像下雨天驼稻草 越驼越重 它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暴露 在目前我们政策重点关注的 三农问题当中 还没有将它列为紧迫问题 农村光棍众多 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社会难题 如果现在不开始 在保护女婴等方面 采取切实的措施 将来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这已经是一个拖不起的问题了 爸 我们在北京挺好的 我们在家都好嘛 您辛苦了 而且很想您 爸妈您最近在家身体还好吗 妈妈好想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呀 爸妈妈 儿子在这给你拜年了 说出你的思念 千里万里 我们为你记一封家书 记录岁末中国的情感迁徙 拿起手机 将你拍摄的视频 发送至邮箱 一封家书2015 atqq.com 你最响咽的人 就会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欢迎回来 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 这团圆饭啊 少不了要吃条鱼 在黑龙江的福远县卖鱼的方法呢 就很独特 接近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 就是天然冰柜 一条条新鲜的江鱼 冻的是结结实实 倒叉在地上吸引着顾客 瞧瞧这一条被竖起来的高大黄鱼 是不是特别壮观 店主麻俊富自豪地告诉我们 这条鱼在福远县冻鱼市场 还是一个明星呢 这是一条黄鱼 这是我们店里最大的鱼 体重应该是240多斤 2米多高 2米多长 这大伙都挺喜欢这条鱼 一般旅游啥都来照相 福远县地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 滋养了100多种鱼类 由此也演绎出了许多鱼文化 动鱼就是其中一种 独特的习俗 不仅让来福远的游客大开眼界 也给经销动鱼的商家带来了新的商机 你这外地人特别喜欢福远除了这个黄鱼啊 齐鲤啊 反而我们这一个多月卖的挺好的 外地人一来就是要我们卖完我们就给你撒走 反而也没少卖 有鱼有羊才能配成一个仙字 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个羊 在江苏扬州有这么一位训兽专家 训羊可有一手 居然让羊练就了一副绝活 您瞧 这一黑一白两只羊就是今天的主角 他们有什么绝活呢 我这个羊会折动不巧 开四个门 这个四个门上的手 虽然这次都不一样 得 头回上阵就砸锅 小黑羊觉得丢面子不干了 对付任性 老言有绝招 祭出青菜大法 别说这家伙吃饱之后 立马不一样了 很快四道门都开了 看到小黑风光 这小白也忍不住了 跃跃欲试 看过了聪明灵巧的羊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封家书 在2月14号情人节 很多情侣夫妻 都想对身边的人表达爱意 可有的时候 他们却不得不分隔两地 今天我们来听一听 他们想对爱侣说点什么 你本来约好了 今年过年 会跟你一起去你家的 但是在这边搞不需要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呢 明年过了年之后 放假了回去 跟你一起回去 满情人节了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甜言秘密 跟你说 两个人相处在一起 差不多六年了 你也留意我 祝你情人节快乐吧 要好好地照顾父母 我不再跟前你要吃 要吃好穿好 别冷了 别冻了呢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节日快乐 我的祝你 春节月快到了 祝你节日快乐 亲爱的 要过年了 我在外面 因为工作很忙 过年不能回家 在这里 我跟你们拜年了 在家带孩子 照顾父母 比较辛苦 老婆 你辛苦了 在家 做点好吃 好喝的 期待自己 快 情人节快到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 送你来通过 电视节目 我给你 送你一首 玫瑰话 老婆 我爱你 每个出门在外的人 都有自己的牵挂 春运已经开始11天了 到底哪一天 哪座城市返乡的人 最多呢 有了大数据统计 一切尽在掌握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返乡最高峰 2月13号出发的火车票 卖出了236.2万张 昨天就是今年春运铁路 年前可流量的最高峰了 那从始发城市来看 今年的前四名 分别是广州 深圳 上海和北京 从终点城市来看 武汉拔得头筹 成为春运终点城市的榜首 这可能跟很多条高铁开通有关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三农市区 日前 农业部中央门办 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召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视频会 农业部部长韩长富 在会上强调 要保护好农民工 农村妇女等群体的合法权 目前全国已经有1988个县市区 开展的试点 记者日前在农业部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农业部在全国已确定了 283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面积达127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13% 目前江苏太仓 上海浦东 北京顺义等20个示范区 已率先进入基本实现 农业现代化阶段 成为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领头羊 河南省内乡县南山村是省特级贫困村 村民们每年拉水吃的费用高达三四万元 为解决乡亲们的燃眉之急 内乡县电业局和该村结成帮扶对子 并为村民打井 由于当地地势较高 多次打井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最终一眼160米的深水井流出了清澈的地下水 让山村村民从此告别了缺水的日子 近日 山东省首个掌上用工微信平台 在青岛市劳山区开通 农民工发个微信 就可以举报单位欠薪情况 劳动部门经调查核实后 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念在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或者登陆聚焦三农栏的官方微博微信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